舞台上正在进行魔术表演 飞速转动的齿轮缓缓下坠 男人很快就被切成了两半 台下的观众被吓得惊声尖叫 然而下一秒 男人却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观众席 接下来要上场的女人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她被绑住四肢装进木箱 被人用30米长的大刀疯狂切割 女人痛苦地挣扎哭喊也无济于事 很快她也被分成了两段 鲜血喷洒了一地 女人死不瞑目 这究竟是意外的魔术失败 还是蓄意的谋杀 前来调查的FBI收集了作案工具和地上的血印 凶手早已不见了踪影 警方将女人送去尸检 通过她四肢的淤青可以判断 女人生前没少受到折磨 她身体的剧痕与魔术刀具相吻合 也就是说她确实是死于那场凶手制造的魔术表演 在女人嘴里叼着的手绢上发现了一个图案 正是当地一家售卖魔术道具的商店标志 警察拿出死者的照片给商店老板看 老板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女人 正是当红魔术师的助理 警方找到了魔术师 可她却说女人曾经是自己的助理 可是一个月前她就已经离职了 随后魔术师就被特技师叫去表演彩排 两个人走后 警察发现特技师留下的脚印和案发现场的一毛一样 虽然不能证明她就是凶手 但是可以确定她一定到过案发现场 晚上沸腾的人群中 又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魔术表演 这个魔术师正在表演大火烧自己 而且准备连续燃烧四个小时 警方分析表演过程中 销手一定还会利用魔术杀人 等警方赶到时 表演已经接近尾声 他们并没有在现场发现特技师 旁边的巷子里 一个黑衣男子 不停地往另一个男人身上浇着汽油 然后一把火点燃 似乎是在坐着羽台上相同的操作 表演结束后 魔术师完好无损的现身 而巷子里的男人已经被烧焦 警察赶来一看 这个人正是特技师 原本还想从特技师这里了解一下上一起案件 没想到他竟然被活活地烧死 警方带回去现场表演的录像 反复观看 终于从中发现了破绽 他们发现每隔一段时间 魔术师就会背过身去添加一次燃料 最后一次转身时 显然后边的火光更加明亮 像是后边有两个带着火光的人 也正是在这个期间 进行了一次狸猫换太子 此时距离表演结束还有半个小时 魔术师找人替换他之后 利用着半个小时的时间跑去杀人 等表演结束后 再准时回到现场 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将一个人残忍地杀害 魔术师利用魔术表演 已经杀害了两个人了 一个被切成了两半 一个被纵火焚烧 他自以为两起杀人现场 都被自己拿捏得天衣无缝 可是警方还是在他纵火的汽油桶里 找到了破绽 油桶里的魔术棒 正是他引燃火种的工具 上面还残留了他手上的角质 警方经过比对后 发现了这位魔术师的悲惨绅士 原来他从小就被父母抛弃 也因此患上了心理疾病 后来被好心人收养 发现他心里不健全 又再次被人遗弃 经历过几次被人抛弃的痛苦和折磨 导致他的内心更加病态 他痛恨所有抛弃和背叛自己的人 之前的女助理因为要辞职 离开他去另谋高就 而被他一分为二 特技师因为要将他的魔术秘密 卖给他人而被活活烧死 警方准备立即逮捕魔术师 此时的魔术师正在一个破旧的剧场 又绑架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正是第一个收养他 又将他抛弃的母亲 他同样要用魔术的方式将其杀害 即将表演的是水箱逃脱术 只见他把女人倒挂起来 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 讲解的津津有味 随后就把女人放入水箱 走火入魔的魔术师 又迅速跑到台下 扮成观众的角色 对这场表演鼓掌叫好 就在女人快要窒息时 警方及时赶来 一枪打烂了玻璃 看到表演失败 魔术师情绪崩溃 警方迅速将他缉拿归案 一切邪恶的根源 是童年的缺失 造成了一个人人性的毁灭